这天小忍出门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黄散散白杆杆 他就忍不住跑到前面 把黄散散白杆杆给吃掉了 吃掉黄散散白杆杆的小忍突然变大了 还拥有五十万血量 变强后的小忍想找人挑战 于是找到了白眼巨人僵尸 白眼我要挑战你 你这小鬼膨胀了吗 那就来吧 让你高兽一下社会的毒打 谁毒打谁还不一定呢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谁会赢啊 认为白眼能赢请扣一 认为小忍能赢的请扣二 让我看看有哪些小伙伴才对了 战斗刚开始 白眼就叫来了四个弟弟 你太卑鄙了 能取了何必单挑呢 对 别忘了 我可是个人者 于是小忍使用了分身术 面对一大群的小忍 白眼兄弟能撑得住吗 经过一番战斗 白眼兄弟被被小忍的人海战术给打败了 你还敢跟我比人多了吗 你比我还是会 我认输 哈哈 我现在这么强大 连巨人僵尸都被我打败了 接下来该到老爸了 忍者首领的位置该让我做错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小忍能打败忍者老爸 夺取忍者首领的位置吗 关注我下集更精彩